由婚转素说的容易 却不是人人都做得到 周建峰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也激励了家人一起入宿 其实过年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中国那个疫情很严重 然后就下定个解释 我就由我自己开始 就有一个概念说 想要慢慢转去素质 然后就有应该有感动到 他们有影响他们说 怎么我一个这样喜欢吃东西的人 也能改变 周建峰不时也会虔诚祈祷 祈求家人平安 因为我是Christian 所以我要做一个祷告 我就跟我跟God有一个约定 就是我吃我平时不喜欢吃的东西 现在因为我看到疫情很严重 我没有这样伟大说 为了整个世界 我也知道我没有 但是起码我照顾好我自己 我照顾好我的家人就是很大 周建峰的自律与坚定 造就了更好的他 为自己和家人而发光 大约新闻马来西亚彭靖贤 谢凯英采访报道 我照顾好